有人问我弹吉他需不需要留指甲 如果你是刚接触不久的小白 这个问题完全不用考虑 记住这句话 在剥险知识正确的前提下 留不留指甲都可以 用肉剥险音色柔和 指甲相对清脆明亮 那么小白重点要关注的是 正确的剥险方式和怎样发力 指甲和肉只是工具而已 剥险方式正确 用哪种工具都好听 我是习惯留一些指甲谈的 但是由于某些原因 指甲断了的话 用肉弹也可以 我建议大家起步阶段 用肉剥弦 比如T3231323 这些基本分解手法 入门音阶 有一定熟练度后 再尝试留点指甲 好比在练习扫弦时 如果用肉直接扫 会很痛 时间久了 肯定受不了 这时候留指甲就会很方便 两种都要尝试 自己究竟喜欢什么样的音色 到一定的时候 自然会有答案 如果是留指甲 也是有讲究的 大家看我的指甲 不能留太长 太长的话 勤弦容易卡在指甲壳里面 大概两三毫米左右 最好修剪整齐 适当打磨一下 打磨的角度 每个人也有区别 我的大拇指是这样打磨的 一边高一边低 这是我的习惯 留多长 打磨的角度都不是绝对的 每个人习惯不同 只要波显舒服 能发出好音色就行 接着我来说 再继续 改变